政台安全研究中心的兵隊 初步報告 關心各國 特許林安電網維持 經濟 共應鏈 網路也有海浪 報告是基礎 臺灣 消媒體的建筆 突然上座只有四十二天 天年期四十四天 林安也是在臺灣在發生 戰爭的時候 面對到的大問題 中間新冠兩派對自己的狡兵 由政台安全研究中心 鼓勵的兵隊 初步的報告 已經出來 相信 中間返臺 軍人消防連鎖 兩萬九十萬 平民的消防是一萬人 臺灣限界大醫療重燃 共產無法應付 另外這面兵隊 更多是 各國的鐵橋 林安電網的維持 經濟共應鏈 網路也有海南電線 報告 臺灣說 臺灣電影的建筆土比 最多只有四十二天 天年期四十四天 雖然超過的變電鎖 但是比水費 共產的過月不燈當 臺灣問題將對臺灣建築最脆漏的一部分 因為石油的話 大概也只有二十天左右的時間 那你石油下去用 而且打仗的石油耗最快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軍車 戰車 騰客 飛機 都要來使用這些油 那對臺灣之前包夾 那外軍要做石油院的狀況之下 非常的困難 那靠我們來做滲透運輔 或者是打開我們海上交通線 但是設備會引發這個交戰 面對中間包圍臺灣形成防守望 它要怎麼走出困境 中原定理會 如當提款另外的土比動靈 也要強化到民意會的情報交流 臺灣在建築要文保臺灣 相同一定的高見 所以這麼後 議務議中建中 這些主見筆力 大家在討論 正在郭宏部長 現任 體委會主義幫助 也提出他的看法 憲法有規定嘛 這個我們都 國民都有 服兵役的義務 那你服完兵役之後 要上戰場的時候 當然你要上戰場 郭宏部在在槌部的法部 中間政協共機16台處 其黨建立西南空氣有四台處 共感染六台處 在台海中邊華黨 國軍都有嚴密的感控與應對 記者 中學部都